Hello 大家好 我是郭鹏 今天制作这期Vlog 是因为前一段时间 我买了新一代蒙迪欧 这个车已经使用两个月了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的使用日常情况 你好福特 我在 我有点热 驾驶位已调低两度 你好福特 在呢 导航到北京瑞斯赛车学校 好的 将为您导航到北京瑞斯赛车学校 你看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不到一分钟搞定 新一代蒙迪欧的人机交互系统 非常的强大 这要是搁以前 光输地址 我就得浪费三到五分钟 你看现在多方便 先让大家说说我买车的需求 首先呢 我需要一个轿车 空间得大 后排空间还得要更大 而且车机系统呢 比较智能才行 动力起码地2.0T以上 预算呢 还得控制在20万左右 我其实当时看了很多可思品牌 做得也不错 最终我还是选择了 这台新一代的蒙迪欧 原因呢 是因为它的智能化系统非常高 比如说刚刚我们用语音控制空调啊 导航啊 当然这其实只是它功能的冰山一角 咱们稍后一会儿可以细聊 而且这一次全新换代之后 各方面产品里都是可圈可点 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 可以说是B级车的内卷之王 这车呢 我现在提了有将近两个多月了 我有一点小小的地方不太适应啊 因为它的座椅呢 是皮质加翻盘的设置 其实看起来整体挺有空间层次设计感的 但是呢 因为我比较洁癖 就觉得如果一旦粘了一点脏东西的话呢 就不如其他纯皮质的擦的那么方便 当然我觉得这是个人喜好问题啊 不是大毛病 价格方面呢 我买的这台是顶配 2022款的ECO BOOST 245SD Line官方售价是21万6千8 那下订单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购置税减半的补贴 完全就在我的预算之内 当然我觉得之所以选择新一代的蒙迪欧呢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 动力 这台ECO BOOST 二代离体发动机最大的马力呢 是238体 最大的扭矩呢 是376牛里 虽然车的定位呢 是一台B级轿车 但是动力 完全可以叫满豪华性能车的水准 哪个男生不希望自己车的动力越强越好 对不对 而且你看他在赛道里的表现 完全不像一台轴距 达到了2945毫米的B级车 尤其是在调到运动模式之后 在保留了福特品牌操控DA的机体上 整体是一向舒适的感觉 我在长轴距的情况下呢 仍然非常的轻盈 完全可以满足我的驾驶乐趣 在这个延迟机正义的时代 我相信很多人买车的时候呢 都特别重视车辆的外观和设计 新一代蒙迪欧的设计就相当令人心动 那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车辆前脸会给人一种 新能源车设计的感觉 相当的时尚对吧 那么当你解锁车辆 或者带着钥匙前行的时候呢 车辆的前灯和尾灯 会由内向外依次点亮 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进气格山 叫做3D灵甲呼吸式进气格山 它会不断的起伏 像龙鳞一样一颗一颗的支起 非常的有仪式感 相当酷啊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隐藏式车门把手的设计 非常的有趣 同时呢 因为我这个车辆是顶配 所以它装了外观套件 前杠和后杠的设计呢 都相当的激进 它的机舱盖上边 有四条隆起的金线 也让整个车辆呈现出一种 鸡肉跑车的感觉 相当的酷啊 好 现在时间不早了 我还约了女朋友吃饭 咱们现在就准备上车出发 你好 福特 来了 我想先去奥迪中心 再去汇聚商场 好的 你看这功能是不是特别方便啊 这是新一代蒙迪欧的 多目的地导航设置 它可以一次性最多输入三个图景点 我每天出门经常去很多地方 这样就避免我一次一次的再输入目的地了 非常的方便 我现在每天出门都用它 好 咱们出发吧 咱们来早了啊 不过呢正好可以试验一下新一代蒙迪欧的一个终极大招 叫做时空密信 你可以在车里边玩浪漫搞惊喜 那你可以在车当中找到时空密信这个功能 之后编辑信息 你想对谁说什么样的话 之后设置时间 那么这个大屏幕呢就会在你设定的时间内播放出你想说的话 以及音乐和动画 在车里边任何一个地方都看得特别的清楚 你比如说待会呢我要约你朋友一起吃饭 我就可以编辑自己说的一段神秘的话 之后呢定点 当它一上车的时候 这个车里边就会突然出现一段话和音乐以及视频 非常的浪漫对吧 而且要知道这个车的屏幕是27英寸 4K高清 在车里面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听到 这时候呢你可以拿出提前准备好的鲜花送给他 当然呢你也可以跟福特要求播放你自己喜欢的歌曲 你也可以跟福特说我想看星星 这样的话他就会把天窗打开 非常的浪漫啊 生活当中呢一定要讲究仪式感 好了以上就是我和新一代蒙迪欧的一天 怎么样大家是不是还没看够 如果你想更加深入了解的话呢 我有一个朋友做了一个节目叫做沉浸解车局 下一集呢国旁就将和你一起到实验室里边 来看一看这些硬核的工程师们是怎么样把新一代蒙迪欧拆解开来 当然不是我这台啊 我跟它们一起到实验室里边就会说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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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